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面记载了有关经脉的熏性路线 是吧 但是一个穴位都没讲 是吧 它叫足鼻十一脉旧经 没叫正经吧 是吧 阴阳十一脉旧经 所以这个片子上说到 是经脉线下的产生跟就疗时间有关系 我觉得还是有它一定的观点呢 为什么呢 硬是旧法的产生要比正法要早 是吧 你像古人在慢慢的寒夜 烤烤卵 是吧 或者是吃着生冷的东西 然后热一热 这都是正常现象 如果在一个地方连续给 就是闻热的刺激 或者是烘烤 半小时 一小时 两小时以后 有可能沿着一点的闻热感觉 会向别的地方传的 那曾经有个实验课就是 关于熊敬感传的观察 就是主要观察埃焦 咱们现在埃焦 就算十分钟 二十分钟 你就三十分钟 就四十分钟 看看这个闻热感觉 是不是它传的 有时候比真感还要强 比真感还要强 所以说呢 这个马王对出土的汉梦 汉梦里面出的这两本书 为咱们经脉现象 或者经诺学说的诞生 又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所以叫脉旧经 可能跟旧法有关系 你看啊 这是四川楚土的 雕七的证据人 这上面也刚开始讲的是经脉 是吧 没讲穴位等等 那么呢 就是总的来说 咱首先就是 做什么事 咱先找总的啊 也就是说是 假如说 你说静诺研究这么多年了 静诺研究到底做了哪些事 我告诉你 就做了这三件事 静诺研究几十年就做了三件事 是吧 就三件事 把这个记住啊 把这个记住 也就是说是 虽然是 就是这咱们书上都有啊 都有 你就看着就行了啊 第一个是 通过现象 来肯定 它的存在 所以说第一 肯定了 寻经改传 等经诺现象的存在 经诺现象呢 寻经改传是其中的一个 所谓寻经改传呢 咱下节课再讲啊 寻就是沿着的意思 经就是经脉 改就是感 就是感觉 沿着经脉的感觉传导 那不就是得气吗 气质病死吗 是吧 气质病死走的路线就是经脉路线 是吧 这个现象存在不存在 是偶然性 还是普遍性 那得做大量的调查 是吧 多少十个人不信 做十万人看看 最后多少十多万人 是普遍存在的 是吧 特别是对寻经改传 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我记者所说的 现象的存在 是经过大规模的调查 证明它是普遍 从这人群之中的 一种正常什么现象 所以上面这句话说的是 经脉现象 是不是 包括寻经皮肤病 刚才看到的 沿着经脉现出现的皮肤病 对 李定中老师是做了不少 寻经皮肤病 后面我还以大量的资料来说 上面说的是经脉现象 这个说的是经脉检测 看 以多种指标 检测和显示了经脉的群星路线 你想刚才 那个朱总祥教授 就是拿那个 小的那个 当然咱测的时候是点的 一点 它那个是个扫描的是吧 那个扫描的也就是 在一个低电子的地方 你看它电流通过的大 所以出现的那样 这事就是经脉的检测 如果上面说是经脉现象 这个就叫经脉检测 是不是 那么下面第三个 就是大的成果 就是经脉造福相关 所以说几十年的经脉研究 只要做了三件事 经脉现象 经脉检测 经脉造福相关 所以咱整个教材里面 也知道这三个 你看啊 在刚才说经脉现象 经脉检测是重点 下面讲到穴位的时候 经脉造福相关 也是重点 所以说就这 介绍这三句话就行了 经脉现象 经脉检测 经脉造福相关 是吧 咱凡事抓关键 这三个关键词就行了 那么这些工作 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到现在 虽然咱们国家也盘登 包括公关 盘登了好多次 功能多少次关 还没公开 是吧 还不能很完整的 我站在这还不能 很肯定的告诉我 咱们大家 经脉是什么 是吧 但是通过这么多研究 解决什么问题呢 解决了又是这方面两个问题 一个是 经脉是存在的 就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起码大多数人 当然还有一部分 不承认 也就是说是 大多数人 或者绝大多数人认为 经脉是刻板存在的 不管是用 它的声光 电磁热的方法 从经脉现象 或经脉检测来说 经脉是存在的 你看 第二个呢 经脉 它是存在着一些 特殊的联系和规律 所以大量的研究 证明证明 人体的机能调节过程中 确实存在着 某种胸经的特征 这就是我上课的时候 刚开始说的 说是有一些 具有效果 具有相同作用的点 有可能连成线 以胸经的特征 以及经脉学者所描述 那些特殊的联系和规律 是吧 这个经联系那个脏 咱举个例子 为什么扎心毛经 能治疗心的疾病 治不了肾的疾病呢 说明心包经和心之间 有特殊的联系和规律 这是做的 说明这个问题 也就是起码说 心包经跟心之间 有相对特异性的联系 是吧 心包经 这旁观的疾病也少 是不是 比较分析 就包括上一节课 我记得咱们实验课的时候 我给一个同学说 他说是肺呼吸 是你什么 是吧 说呼吸的时候 看看 憋气的时候看看肺 你得看看心 看看肝 只有他与相对特异性的变化 才能说明两只件事 特殊性的联系和规律 对吧 就说明的这两个 也就是做了三件事 说明两个问题 是不是 做了三件事 说明两个问题 经络是存在的 有它特殊的联系和规律 是吧 做了个经脉现象 经脉探测 继续大幅相关 是吧 所以这些工作 为咱们以后进一步的 逼近经络的本质 或者缠迷他的活动的基底 奠定了一些科学基础 是吧 这就是咱们整个先对经络研究做一个介绍 所以以后咱们大家 起码脑子没这印象 谷老师讲了经脉研究做了三件事 说明两个问题 是吧 就这个啊 下面咱就先讲经脉研究啊 上一节课咱们上实验课的时候 咱们那个就是何文局也说了啊 说是什么事 同在不同在的拿出证据呢 是吧 不能说是你空凭说 哎 就同在 是吧 拿出科学证据呢 用实证的方法 是吧 实证的方法就是实际的证面 或者说得拿出缺责的证据呢 而这些证据不仅仅是主观的臆测 更应该有客观的检测 是吧 客观的检测 第一个 证据是什么呢 能检测出来吗 是吧 你只要是存在的 就是合理的 是吧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任何一个东西存在 就有它存在的道理 如果没它存在的道理 迟早 会淘汰的 是吧 你说眉毛是干什么的 对 倒雨 倒雨的 是吧 你说如果是人都站着 人的 如果是以前猴子爬着的时候 它满脸都是毛 那倒问题不大 是吧 你站起来以后 如果是你下雨 那都留在眼睛里面了 有眉毛可以向两边风零 你看它存在的 它就是合理的 你说是不是 等等许许多的都这样 所以说呢 如果是存在 能不能检测出来 是吧 你拿手证就能不能检测出来 所以第一个就是静脉的检测 静脉检测呢 就用了一些生物物理学的方法 来探看这个静脉线 和不是静脉线的地方 从它的特性 能不能显示出来 包括这些 你看 声 光 电磁 热 包括刚才看到的红 同位素 迁移 以及电的反应 所以从 声光 电磁热 同位素 等等 这几个方面 能让它客观地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 咱首先来说 这个电阻 这个电阻呢 咱们大家做过实验 实验课到最后得出一个接动 就是绝大多数 精血处 具有低电阻的特征 是吧 再不是百分之百 是吧 再不是百是百 这个工作呢 最早还是日本人做的 一个叫中古易巡的 这个人 这是京都大学的 他发现好多穴位啊 有容易通过电流 电阻低 那就导带性能好 你看刚才那个片子的检测 也是这样 是吧 所以咱们电阵啊 咱们的电阵 那就是 在穴位上 因为穴位容易通过电流 是吧 所以说低电阻点 是从电阵开始应用的 这电阵应该说是 呃 应用来说 还是人家日本人先用的 咱是跟上人家来的 是吧 你看他测量到呢 就是圣经的患者有一些导电量较高 导电量高 就是什么电子低 而这样的内似现象 所以最后呢 他命令就是 这个中国一群啊 就把这些点 就命名了 所以这种皮肤导电量较高的点 命名为量导点 量就是好的意思 导电性能 点就是点 导电性能好的点 实际上跟咱们的穴位是非常重复的 但是他为了显示 这是他的初次发明 发明权 是吧 就是量导点 那么把这个量导点连续在一块 叫做量导落 所以咱们大家经常看到 日本经常把这个井脉 现在叫量导落 是吧 这就说明是从井脉导电性的这一点 能看到台语的特点 关于量导点量导落的定义得记住 所以我们在名字解释去考试 你看啊 以后呢 咱们的国家 许多人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探测 发现呢 确实在结脉线上 它的电阻 跟周围的皮肤比较 有一定的特点 据此可以认为 加经诺石学的电学特性 可以作为 你看啊 精确体表轨迹 客观存在的证据 咱们是同在吗 拿出证据来 是吧 通过这件实验 作为证据之一 是吧 咱们中医的人一定 由于以前咱学的发现词维很多 是吧 从这个黑色的东西能补剩 那就什么都补剩 这样的多 但是咱们还得有 就是既有发散思维 还得有归纳 或者说是 这些总结 这样的思维能力 咱们看看这些 现在用的这个就是扫描的 咱们实验课咱说的是点数式的 是一点一点测的 当然有扫描的更好 是吧 你看这是扫描的是什么地方呢 这是上枝 是吧 前臂的内侧 你看扫描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 统担量一下增高了 是吧 说明它的导电性能好 或者这个电子点低 是吧 这是一点 而这个做的呢 那就是一条线了 是吧 一条线了 从什么地方做起呢 咱们看看啊 这个就是从这一 是吧 一是在那个地方 大家能够做到手心一个更好 也就是从大灵这个部位 开始做起的这家扫 但是咱们大家看到 爬开也有低电子点 这是正常现象 是吧 咱说了 穴位 具有低电子的特点 但是低电子的不一定都是穴位 是吧 这跟阿世学也一样 你说穴位都是压缝点 但是 这有时候也不一定啊 是吧 压缝点不一定是穴位 这也符合临床世界 你看这儿好几个呢 是吧 这儿好几个呢 也就在他的两侧也有 但是总的来说 在经脉线上 低电阻的出现率 相对来说比较高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把这条线你看 基本沿着手决一行报经啊 一直减到第13了 你看是不是 也说第13 减时的那个部位 它是比较低的 是吧 比较低的 咱们再接着看啊 这刚才减着 减着的是银金 这是阳金 阳金都要到达到头了 是吧 所以这个检测呢 当然是没从少少做起啊 没从商阳做起 这是 可能是从阳西左右做起 是吧 你看这也是 这样就来回扫 是吧 你看有的地方 也有好多 你看风叉的也不少 是吧 风叉的也不少 但是总的来说呢 也能看出 在阶脉线上 相对比较低 是吧 比较低 应该说呢 绝大部分 精血点 有的是血 有的可能还是 暂金飞血点的 是吧 你看这儿还有两个的 这两个的也不少 是吧 因为这也不少 但是总的来说呢 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啊 这样的特点 看看 当然可能有的同学也会问了 你为什么不把它 多扫几条筋脉 是不是 这一条 一个胳膊上不是 一条筋脉啊 是不是 你看这是把三条筋脉 同时给扫了 当然能把六条给扫 是一个圈更好 是不是 你看一扫的话 如果能出现 起码六条低电阻线 那更好 但是怎么就没扫呢 可能技术方方面 还是一问题 为什么呢 它扫的时候 它一个平面是这样的 来扫 是吧 所以说是它分 就是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咱们看到啊 在咱们 这就是在这个线上来看 当然 如果是 你看这些点 包括这些点啊 包括这些点 你看 包括这外边的这些点 也有些低电子点 但是总的来说 密密麻麻的 哎 还是形成个规律 是吧 如果你从几个点看不出了 但是许许多多的点 连在一块 咱们就能开始规律 就好像咱们班的实验结果一样 是不是 有的人可能百分之百是高电子点 有两组 我记得 有的是百分之百的低电子点 但是科学研究讲的普遍规律 别以点 但没 最后达百分之六十一 当然少许还是偏低点 偏了五个百分点 是吧 一般百分之六十六三分之二 但是总的来说 能看出这样的趋势呢 是吧 能看出这样的趋势呢 你看这个背部啊 相对来说就比较乱 是吧 这个背部 咱们大家知道背部呢 以毒脉为中心 以膀胱经的第一侧线 第二侧线 但是背部呢 咱们大家知道 还有花拓夹鸡穴等等等等 相对来说 你看啊 膀胱经是这个十字正经里面 非常特殊的条经脉 膀胱经上的好多穴位 不治膀胱的疾病 你说是不是 特别是背书穴啊 你说是不是 它比较特殊 并且呢 就是 并且它从这一封的话 是有四条线了 它都 是吧 比别的经脉都不一样 并且四条线还都有穴位 你看是不是 所以比较特殊 嗯 猛一看之 迷迷妈妈 像满天星 没有规律 但细细观来 好像还有一点规律 是不是 是不是还有一点规律 是不是有五条线的 可能性 是吧 那这是一条线 是不是这是一条线 这也是一条线 这好像是一条线 这也好条线 是不是 那这我觉得是 很正常的现象 你说是不是 很正常的现象 并且 一般情况下 有病的时候 反应最多见的 还是背书穴 是吧 背书穴的压痛点 或者一些异常反应点 包括说是 有些颜色的改变 或者说呢 有些节节等等 在背书也比较多见 而是不是 阿世线呢 是不是 是咱们所说的 就是膀胱镜和毒漫的 也说不一定 所以说现在看了 你看 这条线 还也不是说是太难 你看中间的点也很多 但是这这也是条线 是吧 你看 这好像也是条线 这这这这这分子 就这样下来了 是吧 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客观的